你真是有辦法 學生, 你千萬別誤會 這件事我沒有做過手腳 完全是他自己的指模不同了 我跟四位做事沒必要騙你們 我跟四位做過手腳 你們天在橫禍, 有時難以避免 不過今年內地發生不少人為的悲劇 當中就見到官僚做事偷工減料欺上門下 一些人愚昧的行為又殃及無辜 而幾宗離奇的爆炸案更加震驚全國 3月份, 江西省萬在園一間小學發生猛烈爆炸 造成42人死亡 很多村民都指責學校利用學生製造炮漲 學校傳放了大量炸藥 不過官方調查說, 是有人帶炸藥入學校引爆 江西省回南昌, 一間貴族式幼稚園發生大火 起因是學生睡硬覺的時候, 蚊香燒了皮鋪 起火的時候, 武當籍老師照顧學童 結果, 焗死了14個小孩 3月份, 河北省石家莊市 在一個小時內, 接連有五等住宅發生爆炸 其中一等全等倒塌 總共導致108人死亡 事後, 當局拘捕石家莊人近如超 他承認因為私人恩怨而放炸彈 想炸死鄰居和前妻等仇人 他最後被判死刑 滿月中發生多宗連環爆炸案 疑犯林國堅因為私人恩怨 引爆站江和江門兩市共23處地方 造成5死7傷 另外在西安, 一間美式快餐店發生爆炸 又造成2死28傷 暫時未知事件是否涉及恐怖襲擊 人大常委年底就審議刑法 建議組織恐怖活動 最高可判無期徒刑 廣西南丹礦區灌水 78個礦工被浸死 事後礦場負責人勾結地方官 封鎖消息, 隱瞞上級 又阻止記者採訪 國務院派出專案組調查 才揭發真相 多個地方官被免職查辦 曾被稱為中國第一大拱橋的 四川宜濱南門大橋 橋面斷裂, 兩死兩失蹤 這條橋只是通車了十年 初步懷疑吊橋偷工減料 今年繼續有高官貪污受法律制裁 沈陽原市長 副市委書記毛衰新 被控貪污六百幾萬 被判死刑, 緩刑兩年 而牽涉入阮華走私案的公安部 原副部長李紀州 受賄罪和換忽職手罪成立 亦都被判死刑, 換期兩年執行 而緩華案涉嫌主腦賴昌聲 仍然逗留在加拿大 加拿大還未準備將他引導回中國受審 而緩華集團在廈門的總部洪流 就成為了反貪污腐敗的教材 九月份, 洪流曾經開放被群眾參觀 那條橋子很寬 官方傳媒說, 賴昌聲就是利用這裏的設施 加上錢和女人收買官員 年初, 法輪功支持者在天安門自焚 當場有一死四重傷 海外法輪功學員說, 真正學員不會這樣做 不過, 自焚的小女兒劉思映就說 是她媽媽參照法輪功教義 叫她一起自焚 她媽媽當場燒死, 而劉思映最後都救不回 你不知道疼嗎?不知道打火機燒在身上會疼嗎? 不知道 你到哪兒去? 自己修到多高 自己修到多高? 就去哪兒, 我之後快書 書名還記得嗎? 書名還記得嗎? 書名 上個月, 三十五個外國法輪功學員 在天安門示威和練功 中國指控他們違反邪教法 將他們驅逐離境 好 黨政領導層即將換屆 明年年底就會有決定 年初總理朱鎔基就明確表示 自己去意已決 我會不會連任? 我可以非常明確地回答 不可能, 因為我太老了 未來領導層強調要年輕化 國家副主席胡錦濤是呼聲最高的接班人 他年底到訪俄羅斯和歐洲等五國 就受到元首級禮代 他被問到會不會接替江澤民做國家主席 現在呀, 到明年早開十六大 還有近一年的時間 我覺得你們剛才提到這個 具體的人事安排的問題 好像是不是太早了一點 國家主席江澤民會否在入門之後退休 仍然是未知之數 他今年就頻頻出訪 在北韓就受到十萬平壤市民歡迎 在中共建黨八十週年七一講話裡面 江澤民提出優秀資本家可以加入共產黨 外界評論他這個主張 將會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面貌 年中又掀起了全國學習江澤民思想的熱潮 他提出三個代表的理論 勾劃未來共產黨的發展目標 很多單位組織學習班 學習他的思想 不過他的理論就引起黨內極左派的批評 黨內左派喉舌雜誌《真理的追求》和《中流》無限期停刊 今年五十二週年國慶 江澤民和其他領導人 罕有感登上天安門和群眾慶祝 是一年裏面的第二次 在台北正當陳水扁用撿垃圾和洗車 來慶祝他上任一週年 台灣經濟面對嚴峻的考驗 股市一度狂跌 經濟負增長百分之四點二 是二十六年來表現最差的 陳水扁民望雖然低落 但今個月初立法委員選舉 民進黨獲得八十七席大勝 雖然未過半數 但仍然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 國民黨就大敗 以席大幅由一百一十席下滑到六十八席 繼失去執政權之後 又再失去國會第一大黨地位 成為選戰中的大輸家 當選以後要成為全民的總統 至於由宋楚瑜領導的親民黨 第一次參選就獲得四十六席 由李登輝催生的台灣團結聯盟 就獲得十三席 成績比預期好 台灣團結聯盟有濃厚的台獨色彩 在成立典禮上 李登輝上台支持台聯 最後他被趕出國民黨 李前主席的言行 對本黨已造成實質的傷害 同時已經構成違反黨劑的要件 兩岸關係年初有過一個好開始 台灣單方面實行小三通 容許金門和馬祖三艘船 直航廈門和福州 打破了四九年以來 兩岸不通行的局面 而台灣行政院也外於商界的壓力 結束了李登輝時代的 階級容忍政策 放寬台商到大陸投資的限制 不過 兩岸風平浪靜的日子並不長 一族及台灣的國際地位 和統獨問題 紛爭再起 陳水扁五月到拉丁美洲訪問 過境美國 美國打破慣例 容許陳水扁在美國活動 和四處參觀 而他在外訪時候發表的言論 就引起大陸不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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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就像貴國一樣 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絕對不是人家的地本 也不是人家的地方政府 也不是人家的底部位 今年的亞太經合會議中 兩岸又有爭拗 有台灣記者用中共的名稱 被外長唐家旋指責 我必須首先糾正你剛才的一個稱呼 這裡是堂堂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上海 你講的所謂中共中共 過去我也聽過 早就變成了歷史上的那個名稱了 主席先生 其後唐家旋更加以東道主身份 拒絕被中華台北代表發言 中華台北原本又想破例 派前副總統李元粹 出席非正式領導人會議 但是中國就堅持 台灣只能夠派出負責經濟事務的官員出席 最後中華台北代表團缺席會議 過去一年兩岸各自有姓氏 一百零一歲 兩岸對他的世世同表哀悼 1936年 蔣介石在西安被張學良和楊虎成軟禁 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 改寫了近代中國歷史 今年的奧斯卡金像獎 台灣導演李安的《臥虎藏龍》 奪得最佳外語片等四個獎項 這套電影亦揚威多過電影頒獎禮 俄虎藏龍在中國實地拍攝 集合了兩岸三地中國人的心血 感謝有機會跟香港電影學習 謝謝大家 加油… 強勇 大大小一 強勇